哇 好感人喔 這一切是如此感人 你回鄉起約定了他 快點離開森林 沒問題 回得去 我覺得這一波紫獸鬼差不多也要再炸出來一次了 在這種 在這種這麼好的 前面是一條 在這種感人優美的音樂旋律之下 紫獸鬼一定會從一波出來 一番為二的約定 終於合為一體了 過來吧 過來吧 我的孩子 在呼喚 他在呼喚我 不須逃 不須逃 明明不該過吃 為什麼 雙腳動不了 從這個地獄白的世界裡 從這個充滿悲傷的世界裡 就讓你回到 我溫暖的肚子裡 有個前面的聲音 在腦海裡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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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救命了 哇 他是直接進到他的精神面上去 我身上有夜光石做成的刀 不會這麼輕易接近的 哇 他有辦法在這麼短時間內寫這麼多字 可愛的我的孩子 我是你的媽媽唷 你不要再感到悲傷或苦痛 無人恆施 我都會保護著你喔 哇 這個音效聲是有壓迫 這裡回去才醒 抱起來 背起來 背起來 這樣應該沒辦法寫字了吧 謝謝你 薛赫 這樣就算回想起餘紫色鬼的約定了對吧 紫色鬼的聲音一點都不恐怖 不如說 是彷彿會使內心濃化般自己甜蜜又懷念的聲音 走吧 薛赫 再這樣下去 我 夠夠夠夠 出發出發出發 出發出發出發 怎樣 剛才紫色鬼說關於約定的事 因為那個時候定下的約定 薛赫才沒辦法發出聲音 就算我逃離了這個聲音 薛赫你的聲音也回不來了對吧 薛赫的聲音 該怎麼辦才好呢 喔 他用嘴巴叼著 夜光石的刀欸 你先不要跟他講話 他現在是沒辦法手寫的 你可不可以等我到定位的時候再問我 可以吧 我們先到一個定位 怎麼了 怎麼了 在意護身符的事 不知不覺就覺得是這樣 我猜對了嗎 什麼意思啊 那護身符其實在神殿裡 遇到每一個鬼魂的時候 就會啪的意思 喔 那個夜光石的項鍊啊 對對對 說起來 薛赫你的那把刀 也是用夜光石做的對吧 一直散發著微微的光 是薛赫你自己做的嗎 該不會 那條項鍊也是 薛赫你真厲害呢 不要在這裡打情罵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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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遊戲都是這樣 不許找 不許找 在這附近 來了 雞收鬼 找到你了 可愛的 我的孩子 速度突然變快了 這裡唷 在這裡唷 她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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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她 對 快去 快去 對 沒錯 跟著她就對了 夜光石 快要腐朽 她快不行了 這個夜光石快不行了 快點快點快點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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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吧 快點過來吧 讓你回到溫暖又沒有痛苦的 我的肚子裡吧 沒關係 稍微等我一下 要PK了 要PK了 她會疼愛我 我會疼愛你 然後換你 愛我吧 愛我吧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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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看薛赫 OKOK 我以為薛赫會跟她同歸於盡 可是以她這麼強勁的方法 她打得過她嗎 聽不見 薛 哇 怎麼 我把紫獸鬼稍微引開了 原來 難怪聽不見那個聲音啊 噓 噓 噓 受傷了 手上流著血 該不會是紫獸鬼 噓 噓 噓 只是回來的時候跌倒了而已 欸 但是 這麼嚴重的傷 怎麼可能只是跌 啊 她害羞 她害羞了 啊 真是跌倒了 但是為了我 真的很抱歉 需要稍微過來一下 幹嘛幹嘛 抖扎 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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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她把他頭巾 那個那個 OK OK 刀快要壞了 對啊 趕快走吧 快走吧 快走吧 那是會讓人有至今為止 被紫獸鬼吃掉的孩子 是不是都只能很幸福的錯覺 充滿迷惑力的聲音 那樣的聲音 會讓人害怕再聽下去 好,來吧! 没错 这前面很暗 游泳过去它太危险了 来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吧 果然 果然是这样 因为你们把那套车切断了 所以我能被看见了 不过那种事 是无所谓了 我想拯救我的妈妈 所以拜托你们 过来这边 你们一定办得到 诶 我猜他可能是 紫兽鬼原本肚子里面的那个孩子 原本 因为他想要解救他的母亲 我觉得应该是 呃... 好 这边应该会有道具哦 这边应该是... 哦 梯子梯子 拿走 好 来 我们猜猜放梯子之后 会不会走到一半然后断掉 不要怕 不要怕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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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过身就过 在那边 发光是一公尺对吧 该不会 这边还是安全的 也对呢 还不是能安心的时候 OK 这里为什么这么深的地下会好几扇门呢 这感觉是以前的研究的地方哦 你看是古董中 和史料馆一样 有一样的味道 锦也和史料馆里头相连着 该不会 我们来看一下哦 放着像是老旧日记般的东西 圈年圈月十一日 孙女和紫兽定下约定 早知道应该更严厉一点 但现在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是因为祈祷仪式沦为行事的关系吧 而且那 和孙女一起与紫兽定下约定的 是那一位少年 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 那个少女留有石头加工师的血脉 哦 也就是说 哎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圈年圈月十二日 我消除了孙女失之的记忆 是因为消除记忆后的后遗症吗 那么活泼的孩子 就这么呆呆的一句话也不说 就连那个少年递过来的纸条 也已经从失之的记忆中消除了吧 请救史之友的医生整顿后 我和贤智跟律讨论了今后的事 圈年圈月十九日 根据讨论的结果 贤智他们将离开村子 而我回去担任法师大人一职 然后 关于那个少年 我将会收养 虚贺孝太行 他是个令人怜悯到不忍 憎恨 正直 认真又温柔的孩子 那么哀哭的孩子 从那一天开始 异地泪 都没留过 然而 那份正直的性格 在之后一定会让他痛苦着 但是我也已经是这把年记的 现在 也得好好想一下自己的深厚的事 这个是 爹爹的日记 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 怎么要虚贺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我能看的东西 没问题的 你是虚贺啊 将日记 翻往后面一点的页数 圈年圈月 五日 笑太郎说 不去读高中 我祈祷向他怒吼 那家伙到底要牺牲自己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身体状况可不好 我无法停止担心 恐怕 法师大人这个传统 会终结在我这一代吧 我觉得把这种山地交给公家机关 所以他们高兴 看是要去建设度假设施 还是什么都好 我的人生老是在牺牲 却什么都救不了 如果师之能平安的过日子 笑太郎 也能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的话 我现在所寄望的就只有 与我血脉相连的孙女 和毫无血缘关系的孙子 能幸福 他说和我血脉相连的 孙子 然后跟毫无血脉关系的孙女 是吗 但是 如果能平安的出去外面的话 说是爷爷的事情给我听吧 很厚的书 但是被胶水翻不开 等一下 这个我有点想要再看一次 他刚刚最后面说的那个 最后一个 不是这个 我现在寄望的就只有血脉相连的孙女 和毫无血缘关系的孙子 就是 就是 虚后啦 虚后跟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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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意思大概如下 在这个地下道的更深处 有着消去 僧中恐怖的关键 神奇家只有仰赖石头的能力 并无其他灵异能力 那是我们唯一能进行真正的救赎仪式之地 但是进行准备的那天是否会到来呢 还缺少了重要的东西 如果以现在的状态下 硬是进行仪式 只会使事态更加扭曲 毁灭也会降临吧 总觉得 总算想通了 我们家并没有什么 灵异能力呢 但是 所谓消聚声中恐怖的关键是什么 和这个直兽鬼有什么关系吗 我看见了这黑暗的深处 那个地方并不存在着污秽 然而知道此事却什么都不做的我 搞不好才是最无悔的人 太恐怖了 所有的事情都太恐怖了 这个字迹是爸爸的字迹 在房子里 也有看到爸爸用颤抖的字迹 所写下的文章 就连那么开朗的爸爸 也会写下这种文章 说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定是 爸爸他们知道的直兽鬼的秘密 从天花板流 流泄出淡淡的光 该不会这里和房子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对面的那个景有相连在一起的话 这里应该也是石料馆附近才对 但是 它在很上面的地方 就算用刚才的梯子可能也到不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而且 这里总觉得很奇怪呢 想要再稍微调查一下 调查一下 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果然 薛赫你也觉得很奇怪对吧 刚才在生意里遇到那个孩子 好像一直在说自己的事情对吧 但是 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办法得知更多的线索了 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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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求助 有人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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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应 一定 诶 他有BB Code可以往上丢啊 对不对 诶 虚赫你啊 又走来都在守护最重要的东西对吧 那么 没事的 肆力一定可以平安回去 没事的啦 就算虚赫你害怕到哭出来 我也 已经冤意好要好好保护虚赫了 好 这样就这样决定了 得拿出更大声音的音量才行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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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完了 愤怒愤怒啊 完了完了完了 怎麼辦怎麼解決 進來了進來了 變人的吧 進來了 夜光石沒用了 他去犧牲了 不要 不行啊 不行吧 不要啊 快點過去啊 幹嘛 為什麼 他是揍他吧 讓他暈吧 他要犧牲了 等一下不行啊 噓噓 糟糕 門被固定住打不開 怎麼辦 怎麼辦 翻不開 我們也只剩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小洞 有沒有人在 有沒有人在啊 如果有人在的話 拜託歡迎一下吧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唉唉唉好多血跡 我們在這裡 紫獸鬼當初嗎 出不去 還是那些小孩 還是那些小孩 有人在嗎 好可怕喔 找到你了 大姐姐 啊 十隻小姐原來你在這裡 站住我一點 現在就幫你們從哪裡去了啊 所以發現了 大姐姐 發生什麼事發生什麼事啊 在那之後 從地裡被望月巡警和小左救出來之後 我就哼過去了 再次醒來時 人已經躺在距離阿座河村十分遙遠的城市內的醫院病床上 感覺全部都好不真實 一直處於混亂的我 遲遲無法被允許出院 恐怕是覺得我瘋了吧 等到可以出院時 已經過了將近兩週的時間 透過電話向望月巡警詢問 本該和我一起待在地底的虛貨 直到現在 都還沒有找到 搜索馬上就暫停了 對不起 望月巡警顫懂的聲音這樣說 透過電話傳過來的聲音 被憤怒與困惑吞噬著 最後 在準備掛斷電話時 望月巡警的電話被從旁邊躲來 躲走傳來了小左的聲音 石頭壞掉了 紫瘦鬼變得可以出去外面 所以絕對不能來村子裡 不要再過來 他的聲音帶著堅持和認真 但是我 就在那掛上了電話 有聲音 有聲音在呼喚我 那彷彿是我在腦海裡 在我心裡 侵蝕著我 呼喚聲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過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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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 我所沉浸的身中沼泽 過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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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那 和那孩子一起 在我腹中 合為一體 在毫無痛苦與悲傷的母親的子宮裡 所以虛惑被 因為 他約定是兩個 兩個小孩 我蠟下 手中從醫生那裡拿來的藥 就只是 流往聲音的方向 就連那是不是我自我意識 也分不清楚 是無論如何都想 往聲音的方向去 那女孩的懇求 她的約定 我都被判了 她現在怎麼樣了呢 是否在那懷抱中一個人沉睡著 要是那雙手臂也能擁抱我的話 光是這樣想 我內心便填滿著既溫暗 又無可救藥的溫暖 好了 我該回去了 前往那令人恐懼的地方 於是現在 我坐著顛簸的電車 正前往阿座河村 她最後還是 她最後還是回去了耶 她最後還是 而且她剛剛說 那個女孩的懇求 懇求救 懇求救 虛賀 然後虛賀男孩 她背叛的男孩 男孩也是為了要救世之 所以紫獸鬼兩個約定都被判了 她還是把這兩個人最後 就是殺掉啦 殺掉放回自己的肚子裡面了 媽 因為 因為就算 等於說就算她已經離開了 但是因為已經沒有石頭 紫獸鬼可以出來 她的聲音變得可以越傳越遠 所以其實你就算逃再遠 她還是會把你召喚回來 所以其實 這最後是一個BAD ENDING耶 是無法逃離 無法逃離 無法逃離 紫獸鬼的攻擊嗎 欸這個遊戲 我記得 是不是有多重結局啊 我記得好像有耶 我來查一下 我來查 5 破棄的約定 欸破棄的約定 實現的約定 破棄的約定 實現的約定 破棄的約定 所以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過到 這是第五個 再 在排列書籤中追加的 破棄的約定 實現的約定 等一下我看一下 那一定就是還 哇我也超多書籤沒有拿到的耶 故事書籤回憶之影 欸等一下 往日餘運 欸為什麼我只有一個 破棄的約定 欸我來查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 喔 這個遊戲有5個結局 只有ENDING1才是HAPPY ENDING 其他都是BAD ENDING 我來看一下 為什麼它 為什麼它會有些 我中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奇怪的 沒有什麼奇怪的選項 讓我選擇 比如說好的啊 我看一下喔 噢 虛赫的視角 虛赫的視角是 是重要的分 結局分歧 就這裡這裡 它這個是分歧 從它這裡開始分歧 噢 剛好啊 反正我從它開始分歧 OKOK 那我們就 等一下它說哪葉光石 哪裡哪葉光石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喔 先生小姐不好意思 耽誤你緊秒鐘的時間 如果影片還合您的胃口的話 希望您能幫我們點個讚 留言給我們一些回饋 支持我們 肉肉感謝您 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呢 影片旁邊的超級感謝 等一下可以讓你一生平安又順遂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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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